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现在中国各地都开始纷纷的解封 因为新失调已经下发了 很多地方政府也开始来落实这新失调 那么在不断的放松管控的过程中 那必然导致的一个结果 就是大量的人群被感染 然后很多人会发现自己阳性了 我们拿北京作为一个案例 我们看到北京的官方的说法 是截止到12月7号 在当天新增的本土确诊病例是1168个 本土无症状感染是2194个 这是非常多的了 跟过去相比 但是我们都知道奥密克隆没这么严重 所以说大多数人应该都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发自北京的报道 这是他给我发的一段语音 那边跟您说一下 羊的人数是几何的增长巨多 就这48小时 但是我特别拥护目前的这些决定就翻开 哎他妈怎么着怎么着 现在北京呢48小时核酸呢 去放股而查 其他地方都不查了 只要绿码就行 就几乎放在横开 那我就推荐大家别做核酸 因为做核酸 他妈的你肯定基本都一样 不做核酸反而没事 不正常咱俩过两天晚上 现在是这样 他说的一点很重要 大家可以算是给大家提个醒 就是能不做核酸就不要做核酸 因为你做核酸 人群聚集 那又很容易被感染 你被感染了 你这个码变了 那你很多地方你可能去不了 当然了 这个如果你是无症状感染的话 那过几天就好了 他其实没有提到一点 我补充一下 就是不要吃什么莲花清温 胶囊之类的东西 这些忠诚药 意义不是很大 如果你真的有感染 你真的会发烧感冒的这种症状 那就直接吃西药 吃什么泰诺 吃布洛芬 这些都管用的 基本上能够缓解你的症状 就可以了 当然了我们在加拿大 在美国是可以拿到特效药的 最近的最新的消息是加拿大政府要免费给人们去发这个特效药 你可以去这个药店免费去拿 这个特效药专门针对奥米克戎 当然在此之前 辉瑞和莫德纳都已经推出了专门针对奥米克戎的加强针 但是不管是管用的疫苗还是管用的特效药 中国人可能都无福享用了 拿不到 只能是一边打着不怎么管用的中国的疫苗 国产疫苗 然后一边还在吃什么莲花清瘟这些完全骗钱的东西 我就在今天还看到有人在网上去炫耀 说他自己家里囤了那些药 好几个都是中药 我觉得特别可笑 而且是年轻人就被这个中国的这些媒体洗脑 洗成这样子 我们看一下这个北京的新十条 这里边就针对北京的 说现在很多地方都不再强制做核酸了 只对高风险地区的和高风险岗位的人员进行检测 还有就是你要进入一些公共区域的话 那就需要扫码验证48小时的核酸阴性证明 如果你没有这个阴性证明的话 其实你不去这些地方就好了 如果你是只是在家呆着 像我这样天天宅在家里的话 那你就都不用做核酸了 反正你也不去这些公共场所 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就是现在逐渐的解封 然后它又不完全像这个欧美 完全放开 它还是要检测你的健康码的 所以这个健康码如果什么时候不去取消的话 它仍然限制你去这些公共场所的话 那么就不能算是真正的解封 那就不可能回到疫情之前的状态 就像西方这样 回到疫情之前的状态 几乎是不可能 所以说它这个健康码 它什么时候解封 这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我怀疑这个健康码 很可能会持续的常态化下去 因为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控制人员流动 控制每个人 它的行踪的一个东西 它不会轻易的取消 它特别有利于中央的维稳 所以说这个东西 就算以后不叫健康码了 换个名字 总是还会有的 另外呢 这个核酸的产业现在受到了打击 政府好像要重新收拾它们 就过去赚了盆满不满的这些人 包括这些核酸相关的这些公司 他们赚了多少钱 他们贪了多少钱 这个肯定要查的 然后就是那么多的大白 他们都要下岗了 因为不再强制做核酸了 不再这么严格的风控了 网上就这么一段视频 是很多的大白在上街举着横幅 抗议说拖欠工资 法理难容 说要求还我们的血汗钱 这只是其中一个地方 还有很多地方 其实都出现这种情况 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陆续出现了 那么我们看到 就是在中国这次的核酸产业 被打击的原因 就是因为解封 它解封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它要照顾到整体的经济 它不可能这个国家的经济 靠核酸产业 对吧 而且核酸产业往往都是 在坑政府的钱 这些钱都进了这些个人的药包 所以说它肯定是要 这个核酸产业是不能够顶替中国的互联网 金融制造业 这不可能的 所以它还是要恢复正常的一个经济 那么核酸产业当然就会受到打击 一方面被割走菜 另一方面就是 不太需要了 没有这个需求了 所以据说这个大白下岗就要超过一千万人 但是如果你不解封的话 那失业的人可是远远超过一千万人的 它这两块相权取其轻 就只能选择怎么想办法去 营救中国的经济 那么核酸产业被打击 股票的价格肯定是打跌 毫无疑问的 然后这些大白失业 他们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工作 但是我相信由于我们对中共的判断 是说它真正的开放的可能性不大 它为了维稳 它还是要加强管控 这个管控不是在以疫情为理由了 可能以其他的理由 维稳的理由 或者其他的各种 甚至是要打台湾 就是战时经济的理由 它还是要管控起来 因为这个体制 现在面临一个合法性危机 所以说它必须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 一方面就是维护中国的经济的成果 因为只有经济增长 不出现经济崩溃 维护了经济安全 它才有资源去干别的事 所以说经济也是很重要的 然后同时它要维护这个党国体制 它其实还是既要又要的 所以未来的情况 中国大概在 我觉得两三年吧 至少我怎么不往多了说 就是它在既要又要之间徘徊 这可能是未来我们感受到中国的这种新的常态 就是它要发展经济 可是经济又发展不起来 肯定跟西方的脱钩进一步加剧 被围堵制裁 只会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 所以说呢 它的这个体制的安全 又是要考量的 而它考量体制的安全 做出一些限制民间资本 民间经济 限制外资的一些动作呢 又反过来影响它的经济 所以它这样是一个 就是一个悖论 它两边都想照顾到 但是最终它会两边都照顾不到 所以说它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你站一边 你要经济 你就不要这个政权的稳定 因为你经济发展的话 你就必须要民间的企业 民间的这个社会能够活跃 而这样的话就会让你的管控会降低 那么中央政权的管制度就会降低 那么它又不愿意逐渐的失去它的权力 所以它要集权 要打压 对吧 那么就会影响经济 它这个是怎么来平衡 这是很困难的 再加上这个国际形势的 推波助澜 会让中国政府最后决定 我只能选一边 那就肯定要选政权的安全 政权的稳定 那么就叫牺牲掉经济 所以说未来我相信 它还有很多的 在外界看起来可能是昏招 就像动态清零一样 就像上海封城一样 会重新在打击自己的经济 然后导致底下的普通人民众是怨声载道 叫呼连天 但是虽然看起来是一个昏招 但是从它的角度来讲 从站在共产党的执政者的角度来讲 这又是很有必要的做法 所以未来很快我们可能明年 我们就可能看到了一些新的政策出来 而这些新的政策 只会让西方的企业更加快速的撤离 现在苹果我们之前说了 已经是想方设法的 要把这个产业链转移出中国 对吧 我们再看这次的所谓的解封 就是相对而言 就是比过去要放松了 那这个放松是之前的斗争带来的呢 还是其他的因素呢 之前我否定了一个说法 就是纯粹是抗争带来的 这个我相信 虽然在海外的舆论 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但是对于党中央来讲 似乎完全没有动摇他的根基 就是地方的一些治安案件 这些治安案件呢 又没有发生什么大规模的暴力冲突 当地的一些警察就可以基本平息了 都不用出动太多的什么武警啊 甚至是人军队都不用出 所以中央可能对这个 并不是特别的在意 那么这是我之前的讲法 我说他还是关心经济 最近有一个消息 也可以佐证我的这个判断 就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独家报道 说为什么中国现在解封了 为什么这个防疫政策这么大的变动 是因为富士康 是富士康的老板 郭台铭给中央取信 说再这样下去的话 经济的困境 这个因为富士康对中国的这个制造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他之前出现了那个郑州厂的大量的员工的逃亡的事件 所以库台铭写这个信 就是警告中国政府 当然也是在挽救他的企业 说不要再这样下去了 之前把这么多的富士康员工关在富士康 我之前就说了 这不是富士康想干的事 这肯定是他要满足政府的要求 他要符合这个防疫规定 他才这么做的 他也不满意这么做 所以他也不想看到大量的员工逃亡 他也不想看到这个企业经营成本上升 但是没办法 主要有这样的一个动态倾听的政策 所以说他就屈信说这个政策能不能改 他站的角度是站在共产党的角度来说的 我们看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说法 就是你这么做的话 你跟西方的脱钩会进一步加剧 然后会影响到中国在这个 全球化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产业链的地位 供应链的地位 你这个是对自己是一个伤害 虽然最终的决策还是由习近平来做 但是党内还是有一些 目前还在位子上的 这些支持改革开放的关键人物 比方说李克强现在还是总理 还没有卸任的 所以说这些人可能会劝说习近平 你还是应该放松一下管制 虽然这个管制对于共产党的维护稳定是有帮助的 但是你经济的严重打击 反过来还是会影响你的稳定 所以说习近平松口了 这个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 所以后来有了中央的20条的新规 只不过后来的地方政府可能还有一点犹豫 另外20条的新规也有点模糊 因为各地的情况都不一样 所以说它没有处理好 没有处理好中央跟地方的关系 也没有处理好地方政府如何的解读新的政策 就导致了就是这个落实的不完善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矛盾 然后民众对于地方政府的很多防疫政策的不满 中央都这么说了 你怎么还不这么做呢 然后就上街抗议了 就出现了大规模的白纸运动 那这个白纸运动 本身这个报道里其实也说了 说中央并不是太在意这个白纸运动 觉得这不成气候 但是中央的某些官员还是用这个来说事 就说我们20条可能还不够 还得再加码 然后现在又出来了新10条 对吧 这个新10条到今天为止 就像刚才我说的 终于地方政府也开始落实了 当然了 每个地方还是有所不同 我看到网上还有很多人在这个抱怨 他们还在被封控 还是被关到方舱 还是有这种情况发生 但是总的来讲 在很多地方都开始放松了 所以我觉得很可笑的一点 也是一个很讽刺的 就是最终的解封居然是靠郭台铭 是靠郭台铭的一封信 而且郭台铭的身份地位在那摆着 对中国的制造业 对中国的经济的贡献 就是他说的话 中央还是愿意听的 所以最终就改变了政策 其实如果放在过去 都不用郭台铭写这封信 底下的官员都知道怎么回事 对吧 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就会说了 国务院自然而然就会像 不管是江泽民 胡锦涛就会提了 但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很难了 就他们已经不敢再 这个否定中央的政策 或者说直接跟习近平说 你做的这个不对 应该这么做 应该怎么改 也没人敢这么说了 也不是过去那个时代 在靠郭台铭那封信到了中央 对吧 然后这些官员拿着了郭台铭的信 然后给习近平看 才能够说不被骂 而皇上怒了的话 也是郭台铭的事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这证明了中国从一个威权时代 正在转变为一个极权时代 就越来越变成一个铁板一块 就你很难去撼动他 说服他 上下级的关系 也不是大家一起 坐在一起讨论的关系了 而是听从命令的关系 这就是我看到网上有一个视频 之前的什么十八大 十七大 就是在会场上 很多人 这些政府的高官 在互相交头接耳 在互相聊天 就很轻松自在的感觉 但是在看二十大 你看二十大 大家每个人正襟危坐 这个面无表情 像木头人一样 哪怕是把胡锦涛给请走了 大家很多官员都不敢 扭头看一下 就是旁若无人 呆若木鸡 这跟之前的那个视频 很多的官员也谈笑风生 就完全是感觉是两个气氛 我对此的评价就是 这是一个表面现象 反映出的就是 威权走向极权 权力在不断的集中集中集中 到了今天 下本人已经 大气都不敢喘了 这跟当年 九龙治水的时代 已经是 相去甚远 所以说 他今天可以下令 解封 有些人说动了解封 但是别忘了 他这种集群 还在继续进行当中 他二十大选中的一些官员 那些政治局常委 可都是习近平的下属 而不再是 同事关系 所以说 到了明年 这些人接班 这个体制将 更加的僵化 然后 底下发生了什么 就更难去反映到中央 中央也更难 更晚 更迟 会做出任何的 response 任何回应 所以这就导致了 没办法下情上达 那么今后 在经济越来越差的情况下 中央要维稳 他就会要 有一些新的措施 而这些新的措施 到底下会非常严格的执行 而下边就算有多少冤屈 多少痛苦 多少造成民不聊生 这个政策也不会轻易的调整了 所以 未来的情况 所以我之前说 现在这个动态清零的闹剧 似乎告一段落 但是它没有结束 在后面 还有更大的悲剧 挡着大家 好 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